静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 想多化众生的事情 想我怎么样去成全众生 当你心没有杂念了 没有烦恼 你的心是不是佛心啊 内外是何意的啊 你们会内外分开 是因为你们把它分开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心呢 来佛堂有道 回去没有 所以你的心呢 都是一些烦恼妄想 那你要来修炼自己的心 如果说你的心 时时刻刻都是想着 你要怎样子为众生 你的内心都是为众生 那你所视线的 出去的就合乎到了 既然你合乎到了 还有内外是分吗 没有 就是因为你们把它分开了 所以才有内圣外王的分别 因为有些人内圣不足 有些人外王不够 所以圣贤先佛 才会拿这个来便利你们 其实 你如果时时刻刻 心心念念都是众生 时刻都合于道了